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來分享和推薦老婆槍了桌 光靈之槍是英傑迷法最愛用的武器 單看武器的面板 22的基礎攻擊 即使加上目前最高攻的素材 白鷹人馬刃角55 總體只有77 似乎不怎麼樣 但是 捉藍武器的特性是在沾水之後 攻擊力會整體翻倍 為什麼要推薦這把光靈之槍呢 因為王國之類這一作閒者的能力 希多可以給靈克身上加一層水盾 不需要下雨天 隨時隨地就可以沾水 來觸發光靈之槍攻擊翻倍的效果 直接跳到154的攻擊力 光靈之槍是一把長槍 攻擊的頻率非常快 也可以和敵人保持較遠的距離 我覺得長槍這個遠距離是非常適合新手用的 我也很喜歡用長槍來打跳來跳去 尤其是帶屬性的蜥蜴 接下來就帶大家一起製作這把光靈之槍吧 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安妮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並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和其他的英傑武器一樣 光靈之槍無法直接的獲得 而是要去到卓拉領地 尋找鐵匠來幫忙製作一把新的 卓拉領地的鐵匠在這個平台 雜貨店再進去裡面一點 光靈之槍的製作材料需要3顆鑽石 5顆打火石 和卓拉之槍 卓拉之槍是生鏽的也沒有關係 這把卓拉之槍的入手方式非常簡單 如果你有迷法的amiibo 是可以直接刷出來武器的 另外 遊戲中目前發現 有兩隻小怪手上就有 第一隻在地圖標點的這個位置 這隻蜥蜴手上就是生鏽的卓拉之槍 將他打死就可以搶過來了 第二隻在地圖紅點的這個位置 在一隻波克布林的手上 他在橋上 這裡 他的手上也是卓拉之槍 大家選一隻來打就好了 然後我們回到卓拉領地 找鐵匠他就可以幫忙製作啦 製作成功之後 我們來給光靈之槍 附加上最高攻擊的白銀人馬刃角 最強老伏槍就做好了 記得要召喚希多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達到154的攻擊力了 關於希多給的水盾 如果我們不做攻擊動作的話 這個水盾會在林克身上維持10秒鐘在消失 做攻擊動作的話則是會直接潑水出去 林克依然會保持打濕的狀態 再維持30秒 這154的攻擊 再加上長槍高速的攻擊頻率 一個營地基本上40秒內也就打完了 即使沒打完 40秒後希多的CD應該也好了 所以只要你在戰鬥的空襲找得到希多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全程覆蓋攻擊翻倍效果的 這邊個人許願一下 王類可以優化呼叫賢者能力的操作 經常會找不到夥伴在哪邊有一點點的心累 另外就是如果是下雨天 或者說你從水裡出來 也是一樣的沾水效果 攻擊也是會翻倍到154的 接下來就是如何修復光靈之槍 這也是一把英傑的武器 所以負責修復耐久度的火山章魚哥 理論上是不會幫你修的 這把槍其實算是蠻容易做的 但是如果你捨不得素材鑽石 可以將快用爛掉的光靈之槍 附加到其他的普通武器上面 這樣火山章魚就識別不出來 就會幫你一起修復了 修復好之後 我們再去找伊始村的古龍族底笠 花費20魯比 將光靈之槍完整拆下來 就等於是一把新的武器了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更多關於王國之類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